穿帽体戴口罩身材高大的男子 偷偷摸摸走进店内 在柜台前东翻西罩 还精准打开抽屉 拿走手机再拿现金 但他不是店长 而是小偷闯空门 手脚力落不得五分钟打包走人 熟门熟路连贵重物品放哪里都知道 业者隔天掉月监视画面一看简直傻眼 对方是刚来应征工作的新员工 这回竟然一口气拿走十几只iPhone新机 中古机还有当日的营业额 损失金额超过三十万 因为他原本是有缘罢 应该是拿进程序计划好了 只是中间在上班的一个多月 没发现有什么因素 气安就发生在这个月十一号凌晨三点多 台北市万大陆一间通讯行 警方寻线追查发现窃贼 三十一岁马西男子是一名通缉犯 上班一个月就下手心窃 业者事后在其他群组发现 被偷的手机竟然在网路贩售 与卖家约面交 商品一拿到手就知道有问题 确认是失切了赃物 随即请警方到场抓人 捐毁了部分手机 但是卖家并不是偷手机的前员工 警方后续以赃物罪罚办了卖家 但这窃贼仍然逍遥法外 业者将手法抛上网 提醒同业们应征员工时 务必小心这个人 TVB是王华林礼节台北新北 此番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